每个周日救护车每隔几分钟就会抵达 云来附近战区的伤兵 他们的战友尽力将他们送到这里 之后非军方医疗人员紧张地忙碌起来 与其他的战士一样 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往往冒着最大的风险 我今天去了两个地方 名字我就不说了 在一个地方我带回了一具尸体 另一个地方带回了两名伤员 俄罗斯方面的行动现在有所加剧 所以现在是非常艰苦的时期 我们最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医疗和重伤员的运送 任何运输过程都无法保证 我们的车辆经常受到炮击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 很多医务人员不希望露脸 他们害怕如果反叛分子攻克城镇 会对他们进行报复 伤兵们不愿意在镜头前说话 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说明了一切 这个人在德巴切尔附近的一个村庄 被弹片击中了胳膊和腿 一名让我们称他做尼古拉的创伤课的医生 正在为伤兵进行检查 他说医院的床位已经不够了 他在中午之前征集更多医生来医院 因为还会有更多的伤兵被送来 我刚从手术室出来 我们做了一个低位截肢 我们把这名士兵的腿截掉了 他们在抢救伤员时 开车压上了反步兵地雷 结果被炸伤了 这位医生说爆炸导致的伤残最频繁 也最剧烈 通常都会在身体深处造成严重伤害 他说过去这个星期 至少每天都有40名伤兵 这比政府公布的整个前线的伤亡数字还要多 工作人员认真手写下这些记录 送到新闻发布会上 就成了那些冷冰冰的伤亡数字 但是在这里 他们是活生生的年轻人 经受着剧烈的改变一生的伤处 还有那些在这里终止了生命的人 代表着又一个家庭的悲剧 组成又一个统计数字 今天死亡13人 明天15人 自从去年4月反派活动开始以来 已经有超过5000名士兵和平民死亡 美国之音裴心 乌克兰阿特米福斯克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